大家好我是岳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南方浪真实报道 仗义发生 首先来看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1月9日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一家智库机构所做发言 他讲话的两点内容现在是引来了密集的关注 第一点就是刘建超表示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 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 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 第二点在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候 就涉及到的中方的战狼外交是影响中美关系原因之一 刘建超做了一个回应就表示 他不太相信有任何形式的战狼外交 所以也不存在重返战狼外交的问题了 先说一下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 有这么一套方式来应对西方国家的强硬的表态 稍早一点在2020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也是西方主流的媒体是援引多名现任和前任的中国外交官 就介绍或者说证实习近平在2019年 其实是亲自向中国外交官下达过指令的 在外交层面要宣誓中国的强硬立场 这家媒体可靠度知名度都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2019年那这个事情应该是存在的 其实关于所谓的战狼外交 我过去节目中多次提及 战狼外交某种程度上是和美国的 或者说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应损外交 是相对应的关系 那就是以硬对硬 以牙还牙 不同的打法 恐怕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的需要 但是很关键的一点 也是很朴素的一个说法了 你得看它的结果好不好 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说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是激化了矛盾 又带来了新的矛盾 那说明这个打法至少说是用错了 至于刘建超所强调的 中国无意改变目前的国际秩序 更不会另起炉灶 这个说法 那在西方舆论场上 显然也不是这么认为的 主流的西方媒体也特别提起 在2023年10月份 中国是举行了一带一路 第三次的峰会论坛等等 那当时习近平和普京 就是表现的比较的热络 西方媒体就特别提及 当世界还在为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危机 焦头烂额之际 习近平利用主导峰会的机会 广拒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展示了自己重塑全球秩序的雄心 而且习近平让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凸显出他们的关系 对习近平的愿景有多重要 所以就这些信息综合来看 中国的外交策略 是出现了改变 是没有疑问的 刘建超的这一番表态 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 对外放出了很明确的一个表态也好 承诺也罢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态度的转变 我之前是问了一些台湾的学者 还是倾向于认为 中国的国内的经济是比较的困难 包括海外的一些资本 现在信心在中国继续投资的信心也是不足 所以这个可能是习近平要 在国际关系上做一些缓和的原因 当然也有说法是政治上的因素会多一点 因为中国体制之内 包括中共的高层 不排除是有一些所谓的亲美派 或者说主张对美国要搞好关系的一些人物的存在 我看到的中国大陆记者所分享的一个函 一份文件 现在也印证了一点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变化了 而且一时半会不会说又扭转过来 又强硬起来 这一份函就显示 根据中宣部的要求 为了落实习近平在APEC期间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美元首会晤成果 现在是向相关的单位征集 2024年对美文化艺术学术交流等重点项目 中宣部将从中领选优秀的项目 给予不同形式的支持 从时间上估算 这个项目应该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 中美关系两双边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影响到的因素是很多了 1月10日我就问 中国大陆一位政治学者的看法 他说刘建超现在讲这一番话 那早几年之前干什么去了呢 现在还有没有人相信呢 这位学者因为事情很敏感就不愿意具名 稍早之前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其实我也是多次去请教中国一位 可以说是泰斗级的国际关系的人物 王基斯先生他也回复了 但是他的回复当然是婉拒 就是说自己年龄太大 工作又忙 所以就没有办法接受你的采访了 根据王基斯过往的一些表态 他认为中美两个国家关系的起起伏伏 主要是两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的因素 所导致的 美国那边大选的因素会多一点 中国这边所谓的政治因素 那执政党的政治安全 或者说总体国家安全观 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 关于王基斯先生稍微多说几句 他的父亲王立先生 是中国非常知名的语言学家 在中国但凡是文科的专业 一般来说会接触到 会学习到王立先生所编的书 要么是作为专业课 要么就是作为公选课 王基斯先生是享有国际盛誉的 这样的一位学者 我个人的发现 就是不管是中国的一些 所谓的保守派学者 或者是再加上自由派的学者 都还是很尊敬王基斯先生的 认为他的说法总体来看是公允的 但王基斯先生毕竟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位学者 有些话也只能是说点到为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另外一点补充 就是关于习近平国际战略策略的改变 总体来看 用一些批评者的话来说 就是暴露的太早了 野心暴露的太早了 当然用相对温和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的雄心啊 亮剑太早了 尤其是过往的一些提法呀 东升西降 百年大变局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俄乌战争以后 中国和俄罗斯 或者说习近平和普京 确实给外界的观感是走的比较的近 这个是中国大陆啊 不少学者对这一点是提出了多次的警告 所以现在不少论者确实把刘建超的这一次 美国之行看成一种对外的宣誓 就是说在核心的问题上 比如说涉及到台湾问题上 中国是没有太多的让步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那中共当然是永远坚守这一点 也希望外界不要在这个方面 再去动脑筋做文章 至于别的一些战略层面 或者说策略方面 那中共是愿意来做一些沟通的 显示了一种战略上的回调 接下来的看点 恐怕主要是台湾的大选和美国的大选前后啊 变化会不会对中国的这种回收的战略造成影响 会带来哪些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也有请各位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 欢迎订阅点赞